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月15号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呢是这两天啊 这个中国网络上的一个热点的主角人物啊 这个呢是一位女士叫姚安娜 不知道大家觉得她的这个舞跳得怎么样啊 狗哥是觉得这个不怎么样啊 很一般啊,没什么个性啊 这个呢不是狗哥喜欢的类型啊 当然了这个呢只是狗哥个人的看法啊 大家呢也见仁见智 那这位姚安娜女士 她为什么在这两天会成为中国网络上的一个热点啊 这个呢跟她跳这个舞啊没有太大的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位姚安娜女士 她的另外一个身份 她呢是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公司啊 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女儿 大家呢肯定都知道这个孟晚舟啊 最近两年孟晚舟这个名字啊 一直是新闻媒体还有这个自媒体报道里的一个这个热点名字 孟晚舟她呢也是任正非的女儿 而且呢是大女儿 所以呢 孟晚舟呢 她有这个华为长公主的这个名号啊 那最近这两年这个由于呃中美贸易战 由于华为问题 由于这个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甚嚣沉上啊等等啊 这些事啊 这些背景 孟晚舟这个人呢 她在中国已经是成为中国战狼粉红们的一个这个精神之助啊 可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这么一个人物啊 也是这么一个名字 那刚才大家视频里看到的那位女士姚安娜 她呢是任正非的小女儿啊 也就是这个孟晚舟的妹妹 在这儿呢 可能有网友呢会感到有点奇怪 说这个任正非啊 孟晚舟 姚安娜 这些到底是不是一家人 为什么当爹的姓人 那两个闺女啊 一个姓孟 一个姓姚 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不符合这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其实呢 在这儿呢 就反映出任正非这位华为老总啊 他的这个牛逼之处啊 有这个网友呢 会知道 中国最伟大的这个领导人毛泽东 他呢 也是这种类似的情况啊 老毛呢 他有两个儿子 都姓毛 一个这个毛岸英 一个毛岸青 老毛呢 他呢 还有两个可以确定的闺女啊 都不姓毛 都姓李 一个叫李敏 一个叫李乐 据说老毛呢 他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女儿 姓杨 因为这个不是太确定 所以呢 狗哥呢 就不多说了啊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可以知道 这个中国老一辈的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他们呢 都很容易这样啊 就是比较开放啊 比较随意啊 没有必要说 这个所有的孩子 都必须跟自己的姓 那华为老总 任正非 他呢 也是这样啊 两个闺女 应该呢 都是他亲生的啊 一个姓孟 叫孟晚舟 另外一个呢 就是姚安娜 姓姚啊 这两个闺女呢 都是随他们母亲的姓 所以呢 大家呢 就会知道 这个呢 就是因为任正非 他前后呢 有两个老婆 孟晚舟呢 是这个前妻 姓孟的前妻生的 后来这个任正非 跟他的前妻离婚了 姚安娜是任正非的 这个现任的妻子 叫姚玲生的 所以呢 这个姚安娜的就姓姚了 也就是说呢 孟晚舟跟姚安娜呀 他们是这个同父一母的姐妹啊 两姐妹的这个年龄呢 也相差的挺大的 孟晚舟今年是48岁 那姚安娜呢 今年呢 是才22岁 另外这个任正非呢 他呢 还有一个儿子啊 这个儿子呢 也是跟前妻啊 姓孟的那位前妻生的 那他的这个儿子呢 是随父姓啊 姓仁 叫仁平啊 这个仁平呢 他是孟晚舟的亲弟弟啊 他们俩呢 是这个同父同母啊 这个呢 就是狗哥今天要聊到 这个话题的一些 这个背景性的信息啊 就是这个华为老总 任正非的 他的家庭的状况 他呢一共是有三个子女 姚安娜呀 是其中这个最小的 那这个姚安娜 这两天 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为 中国网络上的一个 这个热点的人物 主要呢 就是在昨天 呃 是1月15号 姚安娜呢 他是非常高调的宣布出道 正式投身中国的这个娱乐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姚安娜 他在昨天宣布出道的 一张主要的海报啊 穿着一身这个黑衣服啊 显得这个很酷啊 非常有个性的样子 下边呢 还有一个封号 叫破格公主 在下边呢 是一个这个中国演艺公司的名字 天号盛世 昨天呢 就是姚安娜 他是跟这个天号盛世公司呢 是正式宣布签约 成为这个公司旗下的艺人 这个中国的很多媒体和自媒体 也都报道说 说在这个签约之前呢 这个姚安娜的父亲 任正非本人啊 也是曾经亲自了解天号盛世 这个经纪公司的状况 看是不是适合自己这个小女儿的发展 但是不管是这个姚安娜本人还是任正非 他们应该都是万万没想到啊 昨天姚安娜这个非常高调宣布出道以后 他竟然会成为中国广大爱国战狼粉红的攻击的对象 那作为这个刚出道的艺人 姚安娜呢 他当然会希望成为这个网络的热点 能够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吸引流量和关注度 但是从昨天到现在 中国网络上这种攻击的流量 我认为呢 姚安娜呢 他要接受起来呢 会比较困难 因为这个呢 也是一种网络暴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中国的观察者网 微博 呃 他发的这条消息 下边的评论啊 那观察者网 跟这个中国的环球时报一样 都是很习惯在中国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所谓的媒体啊 所以呢 观察者网啊 他的这个粉丝的群体呢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些爱国战狼粉红们 粉红们这次对姚安娜的攻击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 就是姚安娜他这次高调宣布出道呢 有一个名号叫破格公主 大家呢 从那张海报上已经看到了啊 那看到这个名号 中国的粉红们一下子就这个生气了 说为什么叫公主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一个这个公认界领导的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怎么会有公主 他们呢就拿这个理由呢 来攻击这个姚安娜 但同时呢 他们又说了啊 这个姚安娜的姐姐孟晚舟 孟晚舟呢 可以是公主啊 是华为的大公主 这个呢 是对孟晚舟能力的赞赏 是因为这个孟晚舟和华为呢 对中国呢 都有担当 但是呢这个姚安娜他根本就不配 这个呢是他们攻击姚安娜的这个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们认为呢 这个姚安娜呢 其实不是中国人啊 这姚安娜呢是美国人 有美国国籍啊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认为呢 这个姚安娜呢 其实呢是给这个任正非 给华为 给孟晚舟都是通通抹黑 他们就认为呢 华为是那么好的一家 这个中国的爱国企业 是中国的骄傲啊 这个任正非 孟晚舟都是中国的骄傲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姚安娜呢 偏偏是个美国人 这个呢就有问题了 而且呢是大问题 他们说呢 这个本来这个姚安娜 有一个纯正的中国名字 叫姚思维 应该呢是这个思念华为的意思啊 但是呢后来偏偏改成了姚安娜这个洋名字 那这个是不是进一步证明了 这个姚安娜呢就是一个美国人 是一种这个重洋没外 所以呢 他们就对姚安娜昨天这么高调 宣布出道中国娱乐界表示强烈不满 要求姚安娜呢要滚回美国去 不要给这个华为和任正非一家抹黑 粉红们还有这个第三个攻击姚安娜的角度 说这个姚安娜呢 是任正非的第二个老婆生的 所以呢 就是二房出的啊 是数出 他们就说呢 因为姚安娜是数出的 所以呢 就比不上这个大房生的孟晚舟 任正非大房生的孟晚舟 就是这个爱国正能量 可以称为华为的长公主 那任正非二房出的这个姚安娜 就是完全的负能量 就必须滚回美国去 这个呢就是从昨天到现在 中国的广大爱国战狼粉红们 他们攻击姚安娜的这个三个主要理由啊 中国的这个微博上这两天呢 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热搜话题 叫这个姚安娜 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 不喜欢我 就是为什么 同样都是任正非的闺女 很多很多的中国的网民 是捧这个大女儿孟晚舟 对这个小女儿姚安娜呢 是在疯狂的踩 我经常也会在网上 看到一些负面的评论 一开始我会很难过 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骂我 然后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 不喜欢我 狗哥是从这个事啊 看了有三点 就是这个中国爱国战狼粉红们 他们存在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犯政治化 就是不管什么事 这些中国的爱国战狼粉红们 他们都要跟中国 跟爱国主义 这个政治性的话题连在一块 就像姚安娜出道这个事 本来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这么一个娱乐性的事件 跟政治呢 它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呢 中国的粉红们 就要从这个政治的角度 去攻击姚安娜 说姚安娜是美国人 让他拱回美国去 狗哥就要问了 即便姚安娜是美国人又如何 美国人是不是现在都不能在中国进入演艺圈 都不能为这个中国人民服务 这种思维啊 就反映出来这个中国的粉红们 他们的思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狭隘 他们的这个脑子里啊 除了爱国 除了敌我矛盾 这脑子里啊 基本上就没别的东西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狭隘 刚才狗哥呢 就是看了一个消息 说姚安娜今天 他正式表示说呢 他不是美国人 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有中国护照 有中国户口 还有这个中国身份证啊 不知道他在今天的这个表态呢 会不会让中国的这些粉红们满意 中国粉红们 他们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这个仇富 仇富心态 最近一两年 大家看到了不少这个 在海外的中国的粉红 有很多呢 是富二代 开着豪车 通过在这个海外炫富 来表现爱国 但是呢 狗哥呢可以确定 中国狂热粉红们 里边的这个大多数啊 都是穷人 没什么钱 大家注意 狗哥说的是这个 中国狂热粉红里的这个 绝大多数啊 就像这次 在网络上攻击这个姚安娜的 狗哥可以确定 大多数都是穷人 他们攻击姚安娜的一个深层原因 就是他们的这种仇富心态 他们看到 姚安娜这个富二代 高调出道 他们就受不了 这个呢 就是他们攻击姚安娜的一个深层次的心态 其实呢 就是这种仇富心态 这个呢 也反映出来 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呢 是非常分裂啊 粉红们喜欢的这个孟晚舟 也是富豪 孟晚舟穿的这个一身衣服的花费 狗哥可以确定呢 就相当于很多很多中国粉红 他们一年的工资 但是呢 中国粉红们 他们的这个思维呢 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啊 只要爱国 中国就可以掩盖一切问题 孟晚舟呢 他呢 在中国呢 已经是这个爱国正能量的代表 所以呢 孟晚舟 他的这个财富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豪宅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绿卡 这些呢 就都可以不追究了 但是呢 中国的这些粉红们 他们的本质上还是仇富的 所以呢 这次呢 就把孟晚舟的妹妹姚安娜拿出来鞭打 所以呢 这个攻击姚安娜呀 也是中国粉红们仇富心态的一种表现啊 那粉红们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他们这个各种中国的宫斗剧 各种轻宫戏 他们看多了啊 他们满脑子啊 都是这种中国传统的这个垃圾文化 说这个杨安娜是任正非的二房生的 是数出的 所以呢 就比不上这个大房生的孟晚舟 他们的意思呢 就是二房生的比这个大房生的天生就低一等 那大家说这些这个大房二房什么敌出 输出是不是都是属于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垃圾 完全没有现代文明里的这个人人平等 这个基本的概念 对不对 说到这一点呢 狗哥就想到这个最近比较像的一个事啊 也是这个中国网络里的一个热点 就是中国粉红们 他们在攻击原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的夫人 庄祖仪 攻击她的是赔税丫头 庄祖仪这个人狗哥在去年呢也是做过影片 大家呢应该呢都有印象 就是去年的七月份 美国跟中国呢是出现了一轮严重的外交危机 互相关闭这个总领事馆 庄祖仪就是当时被关的这个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总领事林杰伟的夫人啊 他呢是一位台湾人 当时啊 中国粉红们就对他呢有过一波这个网络的攻击 说他呢太虚伪 表面上是这个岁月静好 对中国充满感情 其实呢是仇恨中国 最近这个粉红们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罪名 来攻击庄祖仪 说他其实呢是台湾送给美国这位外交官林杰伟的赔税丫头 是台湾呢要通过这种方式啊来收买美国政府 粉红们的主要理由呢有两个 第一个就说呢这个庄祖仪跟林杰伟呢 根本就没有登记结婚 庄祖仪他在中国的签证呢 是什么这个外交杂役 根本就不是堂堂正正的总领事夫人 狗哥要说呢这个呢就是纯粹的谣言 而且呢是一点这个技术含量都没有的这个谣言 粉红们如果不服气 可以在推特上问一下你们的赵叔 就是这个中国外交部最著名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同志 大家都知道赵立坚呢他是非常擅长传播谣言的 但是呢狗哥可以确定 即便是赵立坚赵战狼 他也不敢说这个庄祖仪不是林杰伟的夫人 粉红们攻击这个庄祖仪是赔税丫头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庄祖仪本人 她在这个Facebook上写的一段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是庄祖仪在这个月的四号写的一段话 说这个 我们母子三人滞留在华盛顿的七个月间 带着三个皮箱举目无心好多原本素不相识的台湾朋友伸出援手 有人来载我去买菜帮我搬家 有人叫我开车 有人送菜和口罩到屋门口 有人寄送四处买不到的物资来 都是雪中送炭 永难万怀 然后呢他的这段话呢 就被这个中国的粉红们解读成这个庄祖仪跟他的儿子们 被这个美国外交官无情抛弃了 扔在这个华盛顿街头不管了 这个不是就能证明庄祖仪他没有名分 就是个赔税丫头吗 大家说这些粉红们是不是真的是很蠢 最基本的这个中文阅读理解能力都有严重问题 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很多这个中国战兰粉红们 他们最普遍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坏啊 另外一个就是蠢 其实狗哥前面说这个杨安娜的时候啊 还提到我中国粉红们的另外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无脑爱国 就是把一切东西啊都跟这个政治要扯上边 跟所谓的这个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扯上边 第二个特点就是仇富心态 第三个特点满脑子都是这些个中国文化的糟粕 什么这个大房二房什么嫡出输出啊 赔税丫头之类的都是这种 今天也没看到最后啊 狗哥呢用这个庄祖仪在1月8号在Facebook上他发了一段文字来做结尾 他说呢有人问我啊 这两天小粉红到处造谣 把你说的那么难听 怎么不去回应反击一下 庄祖仪就说了啊 他们说什么 我是不看的 反正这个防火长城里边本来就是黑白颠倒的世界 在里头密屎传声 吵得震天驾响 也只会干扰他们自己人 对外界没有丝毫影响 可怜的是那少数翻墙出来撒野的战狼 完全不了解文明世界的规矩 到处拉屎拉尿丢人现眼 一举一动都暴露自身低俗愚昧 让人为大国感到悲哀 本来庄祖仪他是一个对中国比较有感情的这么一个台湾人 结果呢被中国的这些个战狼粉红们逼成这样 中国整体的这个国际环境啊 就是在各种大小战狼的这个共同作用之下呀 变得越来越差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呢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狗的这些观点啊 咱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